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遊瑪儀 鏡花精神 野人者 王馬仔 繼續吧 應該今集就一個年前,我們繼續掃雷 吃吧 照慣例,我們講第一套,通常都是最精彩,通常都是插到飛起的 我們不得不提這套,之前揚言是她最好的作品 不是,是圍作嗎?聽說話好像 不是,她是最好的作品 圍作就對了,然後就臭作了 如果不行的話,她想像收生的,她又說我記得 又收生 一數動畫界流雜,革命還沒做過 我們要講那套唱 Wake up, girls 是cü detail 不是,uciones numa 不過我想講呢,原來的明星 Wake up, girls 其實還有很多典故出來的 原來我在裡面說浩縮 rehab, girls 為甚麼稱作喂得到 ошиб情酒店的名字 原來形象是色情酒店的名字 原來 cry 原來是在製作品裡面 原來她自己的想法 原來人物呢 樂壇大地震 啊不是 Wake up, girls 原來她是三本 三本興想的,原來是80年代英國的非常漂亮的組合,WAM在那裡的由來,因為他有一個CD的作品叫《Wake up 》不知道什麼鬼,他在那裡想出來的,原來在那裡透露出來,原來人物方面也非常有想法,在那七個人之中原來,那七個人的聲優就是後面那兩隻字的名字,就是根據聲優的兩隻字來做,但那個姓原來是根據這個黑澤民的名電影的七人之士, 所以原來三本興很有來頭的,我有一個問題要問,這個是三本興自己說的,還是Face自己考察出來的? 這個是他們找出來的,寬寬想出來的,你用一個大家了解一些七人之士,就是黑澤民的名電影,七武士 你用一個香港人容易名的名字,而我簡單來說是什麼呢?就是東炒阿弧,西炒阿弧,放在一起,是不是很高深呢? 不是,他自己的習修學都說,我們參觀了九十年代,七十年代,所有的樂隊組合,團體組合的音樂那些東西,我們拿了資料功課,很多東西,接續這個動畫的 他的功課是不是要參考一下內褲,怎樣做啊? 這個我不清楚,當然,這套東西不得不提,其實大家可能在第一集的時候,當然其實他同時間,我們講第一集之前,因為大家可能都有些東西不明白的 因為第一集就說,這個偶像團體就已經是公司就因為老闆,捐款前途 其實好像很多前置的武功,究竟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不得了,寬哥就是寬哥而已,你不得不稱讚他 除了勇者,這兩個字能夠形容他之外,我覺得真的,每一個名詞能夠形容這傢伙 這傢伙 有啊,惡居 不是,寬哥 勇之餘,還要胸懷大字,他想著這雙東西是上紅白的 不是,勇者的原因就是,你知道勇者就是,走別人不敢走的路 而他勇的原因是什麼?就是第一集的期間,其實日本那裏呢,同步就想拍了他的劇場版 嗯 那其實呢,應該那個才是真正的第一集 是 但其實是不是他Assume那些人走去看第一集,不是這個劇場版才走去看動畫呢? 正常的時候,他應該想著,同步播放,大家一起看完電影,又看同步播放 這套劇是很厲害的,因為劇場版是一個全球多國同步播放 多到電視同步 為什麼全球多國同步播放呢?就是你只要上去中國那些什麼樂視網那些就會看到 哦,原來是 所以是多國同時播放 還有劇場版呢,五十幾分鐘 好多人就放了,在日本的電影院的訂購率,以及電影院的訂購位置 非常之好,如果是有些情況,可能會有機會出現一人獨響,全場爆了 或者兩三個人一起坐在這裏,就可以看到整場 哇,爆上啊,真正啊 為什麼說他用呢?正常來說,要是動畫的劇場版,要是做完這套劇場才播 因為你本身很有名的,你只要播,都有人會看 這個呢,無名無姓,那些人不會去看 有沒有搞錯啊?看到寬哥就要充滿地啊 先說一下,要不然我這麼勇敢,你早動畫一兩季播出來 當前就OK,又不是 但問題是,那些人看完電視劇,同步的嘛 那一套電視劇免費,不用錢啊,看完之後 你今天跪了,我幹嘛進去看啊?大佬,是傻的 不是啊,所以有原因啊,大家為什麼發現,他原來跟第一集一起播放之餘 咦,為什麼大家看第一集不明白呢? 應該就是三本福是如意算盤 你知道那套電視劇夠七素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九級第一集看完之後,很想看啊,不應該說什麼 那就是循環了 不是應該先說一個票房嗎?我覺得 這個最後才說 我嘗試代入勇者寬哥的思維那裡 你算把啊 不知道寬哥是戰勇來的嘛 做完戰勇他就成為勇者 你永遠都做不到寬哥的啦 我想他那個思路是,他是想像正常一些商業劇的宣傳那樣 因為正常商業劇那些東西,其實很多時候是說那一刻 做出那個迴響 他們想著說,哇,動畫同步也有劇場版 兩個加起來,這樣就造成那個聲勢很浩大 就是說這套東西,喂,你不能夠不看啊,這樣啊 這樣啊 那當然,其實很多人不能夠不看 現在是因為不排除,是因為寬哥自己 沒錯 這套東西是不能夠不罵的,是不是不看啊 你弄錯了 問題是,如果真的推出劇場版的時候 他其實是不是應該做宣傳啊,或者... 我不知道他日本宣傳那邊究竟他做得多少 但是很明顯,他年代,我們最終知道的結果來講就是 因為他做了劇場版,而令到第一、第二集的作畫水樽 是真的插水得很厲害的,很多都 哦,這套東西真的有很多花生啊 這套東西也有很多花生是為什麼呢 因為做了一下,很多時候有很多爭執 有很多時間在Twitter拍了很多麻戰 大家可能想著看花生,可能會順便看一套戲嘛 當然啦,你要明白,勇者的道路是孤獨的 你明白,這些叫做花生雙法,你知道嗎 勇者的道路,你要代入寬哥 勇者,作為勇者,勇者的唯一存在 雖然戰勇裏面有很多個勇者 這件事不要理 他不知道多少好,但是勇者的道路是孤獨的 當然是很多人不理解潘哥 第一點,我看劇場版的 劇場版的畫,定不是很好甚至很差 第二點,傳聞,大家傳說白了,我講一講 傳聞,真的是傳聞來的 潘哥得罪了外包的照片,所以特意畫些差的畫給他 有這樣的事,但是只知道 潘哥是想改革這個動畫的 學惡之華吧應該 個個好像惡之華那樣去跳偶像團隊 就對了 首先我要說一件事,山本歡和這些人吵架 就是第一件事 想當年那套歲營有沒有人記得? 那個婚營 那個婚營都挺英典的 因為釋怨了一個原作家和鬧架的事情 爆死了票房之後 他的銷量也是超好的 是,婚營就算了,不過這個往事不要提 但我仍然覺得,山本歡敢幫我撐你的 首先我想說,我撐他 為什麼? 因為首先,Wake Up Girls 你忍著做那些什麼?我挺黨 然後死了 那個 還說完 山本歡你幫我撐他的 為什麼呢? 首先你那些錯了 這些叫做花生雙法 什麼叫花生雙法 炒話題這些東西 宣傳不足是不要緊的 因為最重要是有話題 娛樂圈是沒有新聞可言 你是不是想說弱蒲團呢? 錯了 你應該這樣說 勇者歡哥 就是知道就是 單單可能就是偶像少女這個題材 未必能夠炒起這個話題 AV少女又是說 他也知道就是 他本身的名 就是作為一個勇者名氣 當然本身不差 無論好與壞 他就將自己 勇者最重要的是什麼? 犧牲小過完成大學 就是犧牲自己去製造花生出來 讓人們去留意這一套 但是他賣內地賣到好行 為什麼呢? 他經常說 幸運星班底來做這套 整套Wake Up Girls 結果這樣就想一下 大家有期待 當然 想著劇場版也非常做到 大家是Idle Master 和Love Like之後 他也說過 他自己也形容這次的製作是謙虛的 用謙虛的心態去做這套Wake Up Girls 他又想到要做些什麼 他真的沒有心 他也說 用謙虛的心態 囂張的態度 去面對任何的事情 任何的挑戰 三本歡要做什麼? 他歌奧 但他摘心的人手 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態去說這套 所以我要先說這個花生箭法 對不起 不是箭法 錯了 不好意思 但這個花生箭法就是 宣傳金不足是不要緊的 首先 這個Lucky Star班底這個究竟 因為他只是Lucky Star班底 其實是作畫 這個是不重要的 當然是不重要 但是這個不要緊 花生箭法就是 只要炒氣話題就是了 娛樂圈沒有分好新聞 壞新聞 只是有新聞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應該懷著一個專極的心情 去此詩於這套作品 對 你就算抱著此詩的作品 你去看落答 還不夠 作為一個人 我是很尊重溫哥 作為一個人 已經downgrade到什麼層次 所以 我是很尊重溫哥 大家要記得 樹齡之前說的舊話 作為一個看動畫這麼多年的人 他會這樣說 現在你單居 最基本就是一個有手有腳 IQ正常 超過一百的人 我絕對尊重溫哥 抱著一個很尊重溫哥的心態 你這樣去想 你還不做到溫哥這個位置 我自問我還未做到溫哥這個位置 這科技很厲害 他先挖了台納筆 振了劍筆去做動畫 你怎麼拿到啊 對 作為這樣 你不能夠不佩服溫哥 溫哥在他的心路歷程裏面 屢戰屢敗 但是他屢敗屢戰 作為一個人 作為一個 要做 反面的教育題材 是不是很勵志 我覺得他非常厲害 我要絕對幫薯靈補得到 很承認 認同你一句 薯靈是絕對做不到溫哥 因為剛才大家已經聽到一個韓馬 在那裡說 究竟這對女國的名字是怎樣構成 薯靈的特色是什麼 記不到名字 怎麼會做得這麼煩 所以你拍馬都最不想 他會用數字代替的 1 2 3 6 7 對 7個人 2 3 6 7 7 我覺得我這次最尊敬三本科 是一個代表什麼 他是放下身段去做一套偶像農話 因為當年的水星 薰營 薰營 對不起說錯名 薰營是一個想向宮崎進致敬的作品 所以他最大指的是 用這個引退傷法 當然我覺得 最大指的是 你錯了 你錯了 多年薰營做之前 在China說什麼 現在日本的動畫 怎麼知道怎麼差 怎麼怎麼差 沒有的 所以這套要顛覆傳統 宮崎進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現在日本的動畫 不行 他就是偶像大師 他是不是動畫大師 但他們通常說不行 通常都是說太賣肉 但這裡是抹鼻 所以這個電視動畫界的宮崎進三本寬 他這次放下身段 用於引退傷法之後 決定捲土重來 他這次是用這個偶像 他說 對其他絕對放下身段 因為偶像這麼多商業的事情 怎麼會去做 但他不同 他是用這個 配合了很強大的商業策略 因為他想用這個商業反攻藝術 他是用這個地方的宣傳 因為用仙台這個商壞 一個景點旅遊 行這個idol 他現在是idol 現在最時日最時的事情 什麼叫宣傳 他肯定是他資金裡面 有一個暴敗來 所以被迫著做 你不要說 別人這種互惠互利的地方 你又不明白了 你有沒有看魔王勇者 勇者要去號召人 就是要靠商人 那三本寬他只是行勇者之道 所以他覺得這套是一個很強的作品 因為他是放下身段 用最商業的方法去表達藝術 所以一個偶像的條件之後 第一集最重要的是什麼 盧內斧 就算是一個反諷的手法 因為他是想用這個商業的手法 挑戰別人藝術 你覺得盧內斧偶像是不行的嗎 不是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是一個後現代的傑作 所以用這個 你用這個懶惠叫做寬哥 我想 今天也是開估 他的劇場版 收多少錢 當然 當然 我們會以其他深夜動畫出來的票逢 有些更加好得很厲害 例如劇場版的魔法少女 馬基卡那些 他收成20億 其餘那些 其餘那些 care-on也收到19億 但他原來 剛才已經說過 很多時候 一人包場 或者兩三人包場 在日本情況 四天的收益 但是有辦法 我覺得你不可以拿那些大熱的來計 因為其實剛才我們講 我們講到這些 不是不是不是風起了 例如我們常常說 龍珠 或者說one piece 那些 多少億 但是我們如果用一個 沒有那麼國文向的動畫來比 梁公春就可以了 因為小圓 或者梁公那些 都算是很大人氣的 說好不提梁公 我們 我們downgrade 大家還會了解到一些 未聞花名 也有十億 這個算是好的 我們不要算 但是 連plusc 天降之密 東之伊甸 都是1億到1點幾億 的話 現在有多少 0.1 億 千萬日元 即是折算百多萬港幣 香港很多票房都做不到 是啊 大家不要這樣笑 你要知道 香港每年 最排 排下的票房 港產片 是可以五千元 警察股市二十萬而已 那些不要算 是可以有幾千元 所以寬哥 東曼 東曼 和何馬所說的一人包場 小事 你要知道 港產片 除以來是可以零點幾人包場 那些叫鬼場 你要明白 藝術家要經過苦難 到他死那天 他的作品就會終於被人賞識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日本版的春宮富山居徒 富春山居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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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說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0.1億 在日本那邊其實收得都幾益 說一句 結果有傳 寬哥在Twitter就要求救 向大家 傳情告急 現在是告急的 大家請到動畫的朋友 請出來伸出這個動畫界 為了動畫界未來 我有援手 立即上去看日文P 想不到他們的工作人員已經非常疲憊 希望大家伸出這個援手 反過來 其實他賣得劇場版 通常都有些周邊商品 但是我真的不太覺得 有什麼人提過他的周邊商品 要說一句 大家都記得 大家都有很多人插的 這套東西 七個女角 其實大家可不覺得 那些面相是差不多 有嗎 這個 你明白 沙漠夫夫說 這個是比較真實的走向 真實的 那不是應該用我之華嗎 肯定認得 我之華的客人肯定認得 我之華用過的 他不會再用的 勇者 勇者知道就是為了創心 對 不要緊要先說一句面相 我面相不是這個問題 竟然 不要緊要 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都不記得 如果不是因為有蛇波 去維基檢查他每個人的名字 我完全不懂他見什麼 你也是高手 我還不懂他 我都說 有些人是老人 我加上 有十句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 五句也不知道有沒有對白 沒有人說了一句 其實說了一句 那七個 我不太能分辨哪個 他的動畫 其實說得很少 應該這樣說的 其實 我們用動畫第一集 去說整個 最主要的 其實你說的 就是 剛才我講的 因為 Way Up Girl的公司 因為老闆卷款 所以 他們暫停偶像活動 甚至面臨解散 然後 經理人 寬哥 可能是寬哥的化身 沒有打眼鏡 但正常來說 其實經理人和經理人 合起來就是寬哥而整體 我算了 阿松田本身 在不知道哪裏 有人打電話給他 想資金援助他們的團隊 再開展 Way Up Girl的偶像活動 這就是浴金援助 你現在 你不要 你援助就是援助 援助 援助 援助給我一個字 你不要說到 援助搞齊 人家那些 用偶像之道的殘酷 他想表現 他想 用後現代的方式 表現這個 偶像之 不是 偶像界的黑暗 你那個放下身段 是不是躺在那裏 其實絕對不是 這個第一集 就考驗了各位偶像 為了你要做偶像 你可以去到基準 第一集還未說到 第一集就是 所有 幾位 七位成員 對 七位 七人之武士 不知道 七位 七無事 再次結集 再次結集的橋段 第一集最主要就是 其實 這裏當然 國異動話論 說回 描寫的確是不足的地方 其實每個人 剛才 無論是有馬 和 任者空 他們之間 每個人的特色 真是很不夠 因為其實 每個人說的對白 分分鐘兩句都沒有 其實沒有人 其實可以做到的 你見到第一集 後來 我們要自己介紹 OK 那你介紹 沒了已經 即是應該要再介紹 他已經全部 他打了 那一集 只想給那個呂布那個出來 對 你呂布那個其實我都不太認得 你唯一認得 就是唱歌劇那個 就算以仁切來說 我倒田和 倒田和另一個 長頭髮角 其實我已經不記得了 那些人名字 長頭髮角沒有特異 其實 一樣樣子 那兩個樣子 要明白一件事 動畫中的重點 是發型 永遠都是 一時你拍女兒覺得 應該發型 因為你面上的仁切很難 有很大分別 或者這樣說 其實 我想最主要大家認不出的原因 就是因為 髮色大家太相似 沒錯 不是黑色就啡色 其實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例如說 你無論是粒拉 或者是Idle Master 講的什麼法式 其實那個 變化很大 Idle Master 沒有那麼明顯 而粒拉 是最明顯的 因為每個人的 髮色都不同 什麼色都有 文右馬二 最對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就是那個 聲優 因為始終 你說它 不同的 就是 它的聲優不是大牌 就算認不出頭 你認出聲音也好 你都不太認得 因為這一個全都是新人聲優 沒有關係 它加起來都沒有十句 你要認出聲音也好 大哥 但我也是覺得這句 聽完了三毛峰的象深 你明白 首先第一 那個髮色 是 首先 這個髮色一樣 是想追求一個真實系的感覺 你看這個 AKB48 那麼多48的成語 全部都是一個髮色 哪會有那麼多個不同的發型 這個是真實系 第二 我為什麼要請這個新人聲優呢 是因為 正如宮崎俊也說過 我是不會請任何動畫界聲優去拍我的 幫我的動作配音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已經不夠純潔 已經不太記得了 隨便了 總之你有了 公老頭 有個最純潔的叫做鵬野壽明 對了 Anyway 總之 他是不會選擇 他選擇素人去做幫他做聲優 錯了 所以這次他只是追隨宮崎俊去腳步去做 都是很有像心 錯了 告訴你 首先 明星優在A1 I1級那邊 這邊沒有 I1級配角 這個東西除了緝的主角之外 現在全部都大派聲優 第二件事 白型黑白 你跟AKIPA AKIPA一班是從小到大派 從小到大派 由他們未出名到大派 當然有個樣子 這班 三四四 你什麼事啊 我去Wiki查了一些東西 沒有資料 大派 這件事 我支持了 我看見他 看見他的帳範 你要一個直直無名的人 新人 其實要配一些 可能很受歡迎的角色 他可能很難待有 但他自己都是一個直直無名的角色 他一個直直無名的偶像 大家一起去發展一個 艱苦的努力之道 你是不是會配出那個韻味出來 這些就是他的細心之處 我覺得結果是直直無名的死去 這個叫做素人之演技 最重要是什麼地方 就是預告那裏 是用後現代的手法 去配真人出來配音的 你明明 你明明 你先說 這個雪山說 但我想說首先 為什麽聲優配預告 是很厲害的做法 為什麽 因為其實 首先那個聲優 是代用動畫的角色裏面 去做一個配音的預告 有誰不是的 但這樣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那段 聲優講的東西 其實並沒有任何動畫的東西 只是拍著那個聲優 但他依然是代用動畫 雖然是一個後現代的交錯在裏面 你有沒有看過DVD特典 你有沒有看過DVD特典 你有沒有說到這些東西 好像很新奇 十幾年前 你讀了小學 就已經有了 你說到重點 別人將DV特典的東西 他放在TV動畫上播放 多有佛心 他做了象心 現在還說佛心 我不是質疑呼叔 要支持新人 我都支持新人 其實也是 但問題是來 你說他是素人 我同意 但是 倒田他不是素人 他是前IWC 你不可以因為他是素人 他開設的 這個聲優是不成立的 其實都說得對 如果不計劇場版 如果是直接到畫版第一集 其實人已經不清楚之外 而且他們的背景也不太清楚 最大的問題是 我看完之後 只要知道其中一個是 倒田 倒田 還是誰呢 只要看一看 只要記得那個做女僕的 一個就是唱歌劇 那一個 只要知道畫師要倒田 你要記得剛才 學馬仔說的 都不是他們的名字 是他們的特徵 那沒所謂 通常是動畫角色 還有他第一幕 回顧十月二十四日 先台的集錦show 其中插入一段舞 其實他們的校服 大家如果有看劉森馬 其實那些校服不是很相同的 但是你看完之後 你還是認不出一些人 所以最慘的是 其實他們每個都是不同的想法 我覺得這樣說先的 大家應該都 在座應該都有一些東西 有幾個都有看過 就是Idle Master 有 和這一套 其實 很老實講 客觀一點來說 當然 我不忠肯 我有面相認不到人 我經常都被人說 但是這些所謂的偶像式 其實很多時候 你都未必認得到 當然 你說成功一點的 可能因為他本身的 性格特色 你可能會先留意 某幾個先 但是當然你說這一套 就是 好像 鏡花說的 可能他真的想走 真實是 深烤性的任何東西都好 所以做出來的效果 他現在就是 全部都可能很地美 很普通少女的感覺 做不到說 我們一直看開 所謂偶像project 的一些動畫 裡面說 每個角色 他有自己一個很強烈 很鮮明的性格在裡面 不過你不要說 三本之前接受訪問 我看過 譯回到中文的訪問 其實他是想 用這套的反映 真實的 idol社會 其中一種真實的感覺 以及社會的 污衛 那類的事情 他是想 反映回整個 真實的 idol世界 那種殘酷的感覺 他是想帶出來 但是 當然我會說 為什麼我覺得 他帶不出來 當然 這個就是不得不提 第二集 第一集 跳舞龍哥 OK 我不記得了 其實 因為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並不重要 你人次那些 什麼全部的東西 不記得是不重要的 所謂 你知道 影像這一個 對人類的大腦傳書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三分鐘 他記得就可以了 所以呢 最重點是跳舞 首先 跳舞是莊賓說 不要緊的 這個並不是重點 很緊要 因為要 你有這個心動的感覺 就可以了 當然大家的心動 是瀑布瀑布跳 看著那些內褲 如果那些內褲是飛出來 這個也是一個很真實的樣子 什麼內褲飛出來 沒有飛出來 你說得好像天亮之物 那些 今天早上看到的 日本有神人 穿著下服群舞 真實是先頭的下服 有真實的 找得回的 最常跳呢 在七位路都會負負的 男人 所以都是真實的 自己找吧 所以都是真實的 所以都是真實的體現來的 對 我記得 不知道多少年前 我講過 服飾 物理的表現 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寬哥 都不過是把我之前說的 實現化出來 不過大家不欣賞 不過我想說一句 其實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我第一個評擊 就是阿三本歡 去做這個 硬去做這段 雖然這首歌 我覺得是OK的 OK好聽 但很可惜 你這樣的情況 我就只可以說一句 你這間經理人公司 都可以去倒閉 完全不專業 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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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不專業 第二件事 你怎麼可能被 idols穿著 內褲這樣去跳 你所有跳舞 你全部都是穿著安全褲 這是一個 叫做 藝能界 很basic的常識 根本是沒有可能 你是證明了 你是完全 unprofessional 你明白 首先 從田是廢的 你明白 從田是廢的 經理人 第二 劇場版有提到 他曾經提到 紫馬的內褲 他又說 忘記買 記得是廢的 OK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真的忘記買 但不是 講一講 他們之前訓練的時候 他們是有舞蹈編排導師 有唱歌導師 沒有理由不教他 這件事 如果你是劇場版 我對話一件事 不記得是一個意外 然後 他說話 他們想成為一個專業的偶像 他們都不怕露內褲這件事 你見他們之後 都要穿這個泳衣 去做表演 都沒有問題 沒錯 倒田的原來是 沒有這種常識 他至少有穿內褲打底 但是這樣 他有穿內褲打底 你都沒有穿 內褲原來叫做打底 對 兩件事 不要說 這件事 大家又缺乏了 留意不到三母鳳的 象深 的象深 首先 剛剛講到 有Imas 有Love Life 在這些大作面前 為何突圍而出 當然要用這個 重口味的形式 令到這個突圍而出 所以我覺得是厲害的 我覺得Imas DLC有時候都幾重口味 你的意思是否即是 你既然不認不出樣子 不如認這條體褲呢 我的意思是 既然你不可能作畫質素 跟人拼的話 不如就用另一個方法 跟人拼 你讓我翻譯他們的說話 我拼一下 你說要用這些跟人拼 你怎能跟Custom made 3D拼 講完 你讓我翻譯 正常回來 Ageepa有位成員 他歌藝不當人拼 我又驚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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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上 你是完全 你是表現不到你的專業的 你想在這行打滾 很明顯 不如你選擇那七個女生 你說穿泳衣跳 即是你寧願穿泳衣跳 正正就是這樣 所以 你不明白 三碗歡是有一個容人之量的 他就好像聽到你這類的聲音 所以第二集 就轉回泰 他就轉回泰 但我想問 第二集那裡是甚麼地方 因為真的不知道 居住屋 居住屋 那一群人好像工場的人士 居住屋 那間日本實地拍過 大小差不多 一群人走走走拍拍 其實應該是片場 真的是居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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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說 先認真說一句 我意思是 一直看見三碗歡的套路 都是想炒話題的 說真的 你看見他就說這麼多這些 他每一集 其實他這種做法 其實不是一般動畫 炒熱氣氛的一些做法 他一般都不會看見他這樣大爆死 他用那些其實 就是娛樂圈做Loyce 那種不理好壞那種的方式 對 他用樂器招突壞 他做一個營造出來的效果 讓你看到 哇 很受歡迎 就是說 這套東西很多人留意 因為其實 你看到他Twitter裡面 你不要有很多人罵他 但最重要是他製造了那個氣氛出來 就是說 很多人留意這套東西 內地都很支持 正如就是你 有一段時期的所謂的藝人界 其實是說甚麼 我們要坐著一個 好似很多人知 的形象出來 就是 因為做了一件事 就會令到一些人 就會這樣說 哇 人人都知道我不知道 我又去留意一下 而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一種叫做 現象出現 迫著你去看 是的 所以其實都是不怕人不知道 最怕沒有人說 是的 就算是 就算是多少醜聞原因都好 不要緊 最重要是多人知道 每天都見譜 每天都見譜 這個是真的 尤其是如果你走歐美 的優惡圈一定是 你看到那些女生 經常走Sexy路線 走甚麼路線都好 只要你夠多人知道 最後一定有些故事 可以令到她 一些new story 令到她的形象反過來 就是Justin Bieber 不是Justin Bieber 這個反面教材 例如Miley Cyrus那些 例如諸如此類 不過不要緊 這個也不是重點 我會覺得Sexy路線太有軟健 太有國際眼光 她不明白 一種外國可以做的做法 在亞洲圈 甚至更加嚴重的動漫圈 是不太適用的 還有她的人設 我自己都說 她的人設 她又不是做到很生活化 我們雖然說 如果你看到劇場版 你可能會知道那七個人的由來 但是如果你說 以堵田為做Center 其實你的吸引性 你是應該要 一個堵田下去 你就不應該七個都倒下去 你都被金屬了 你在賣賣賭田的話 要不拜託你把的力量放多一點 ��를放 котором 你一期六 妳也就算是放著 連節目都這麼說 你講清楚,劇場版是嚴格實介紹了七位女生的背景, 賭田就介紹了一些故事,其他就是路人講完。 其實是的,你要講一個娛樂圈的暗, 就是idol世界的黑暗面,或者陰暗面, 賭田本來是一個東京最強I-1, 不玩就走出來,因為有些原因, 我寧願三本夫做一個賭田想借這個東西來復仇, 我就不想搞到賭田後,半推半就行,隨便吧, 我根本是感動,所以過來一起動,一起感動, 臨著雨,收大身, 這些東西是nonsense的, 如果你是一個做idol站在中心的人來講, 你未見過泰臉嗎?說真的,我不相信, 這東西是半殺girl的了, 他有半殺直截的小駕, 你不要說第二集,他摸著打那個什麼藝能人, 假裝那個藝能人, 那個七指的那個人, 然後就打他,然後就叫他不要再搞他的女兒, 派戒殺, 也是這樣, 其實你要做這些, OK嗎? Fine, 沒有問題, 但你要做的事情, 要是聚焦一點點, 要是不聚焦, 你要做到講的黑暗面, 一天黑暗下去, 你不要在中間半斤就說, 那個人突然回來, 捲款那個人突然回來, 沒有錢, 就有錢,賭輸了, 喂, 你這個東西未見得出來, 你是完全用一個不珍食的態度, 去做一些珍食的事情, 所以我本來是最賺三本款的, 但那一刻我才變得了, 我最遲移了, 因為本來這一套應該是賣肉girls, 想著一個重口味老先,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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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剛才那半個小時, 你是, 我是失望了, 你說了些什麼, 都說, 獎心, 很明顯, 大家聽了一段時間都知道, 鏡灣紅我其實是很殘忍的, 這次我最殘忍的一項都試過, 作為一個人, 對, 作為一個人, 但是, 我以為是應該會做這個, Wake up sneak down girls, 想著, 他想著直接擠營業, 什麼, 是啊, 肉XX, 我這些不要自我, 我免得說了, 或者是, 那些AV女優出道那些什麼, 我想著, 這套是什麼, 人家玩一個, 元氣, 成長路線的偶像, 這套是玩墮落路線, 即是他, 其實他只是想抓他冤路線, 是啊, 破壞你夢, 還不大買, 贏硬, 沒得輸, 不過我相信, 他只是一個, 只是煙幕, 第二集那個人回來, 我相信一定是煙幕, 之後對I1那時候, 一定要奇蕭細胜, 一定會出那些東西, 還不會墮落girls, 我一定買, 我買墮落girls, 我絕對買, 其實, 我們覺得, 如果你說看這套套路, 我反而撐回鏡花, 即是, 我撐回鏡花, 即是, 我們希望就是, 喂, 你要用奇蕭細胜, 你用奇蕭細胜, 玩中他, 你這次就找音蕭, 音蕭I1那些, 那些人, 接著去制性這件事, 你就做到那種黑暗面, 我現在不是說, 看你突然回來, 又說救他, 那個人是打他幾除, 喂, 你不能做這些事情, 這樣說的, 只不過, 有些事情, 因為其實, 我們錄音為止, 是第三集, 當然, 虛冤的特色, 就是第三集, 當然, 他又未去到這個程式, 但你要明白, 就是, 社長一直未說, 他回來之後的原因是什麼, 既然, 都捲了些錢, 作為一個責任, 即是你覺得, 現在是一個有責任的人, 他裡面一定是有內情的, 其實, 可以賺大筆錢, 再捲走, 所以, 其實, 我深信, 社長, 其實他是, 打算是抓魚, 那七位女生的剩餘價值, 回來, 是有陰謀的, 其實是, 可能是想拍攝, 抽X看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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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賭田, 肯定被人, 做一些枕營業區, 拒絕我做Center, 可能抽X看是沒有做這個, 抽X看是沒有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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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說的, 人家, 你不如說完名字, 不行, 這些要被人告的, 可能日本那邊有聽, 可能日本那邊有聽, 不可以這麼說的, 但不要緊, 我覺得絕對有機會, 可能這個只是給你一點甜頭, 之後絕對當下Girls, 我買這個, 我絕對支持你, 我們的Youtube團隊有九成幾日, 日本訂購, 嘩, 我也說, 一句話, 看回整套那兩集, 他一來, 他不是很賣這幾個人的成長, 大家很明顯說, 那個社長說, 我來賺錢而已, 我來是利用你來賺錢而已, 為何我要選賭田, 就是賭田就是, 他聞到那股錢的味道, 我選賭田就是, 聞到他身上有錢的味道, 是的, 因為他就是這樣說, 你欺騙不要緊, 但是你覺得, 如果一個社長, 是這麼有慧眼, 要看清楚一些人, 為何你會請我這樣的助手呢? 我會覺得, 你是這麼有慧眼, 你就不會請我這麼閉嘴, 沒有可能做到這件事的, 真實是, 真實是這件事, 所以我認為, 所以說, 社長作為一個, 這麼公於心計的人, 他沒有可能安插一個這麼聰明的人, 一個聰明人, 永遠是很怕聰明人的, 尤其是一些這麼奸的聰明人, 他很怕身邊有個正義感很重的聰明人, 那是很危險的事, 但如果你是一個很愚蠢的正義人士, 那就不同說法, 真的愈來愈處歡高, 我們都是要待入歡高的思考令, 其實呢, 你要待入歡高的思考令, 其實呢, 其實我覺得, 之後的動畫公司, 你知道現在的動畫公司是歡高創的, 即是歡高是社長來的, 是歡高會捲款, 退出動畫一屆, 就是捲款手創路, 不是, 他要效法, 這個什麼龔其進的, 他不會就這樣捲款, 走的, 應該捲幾次才走, 都是復出的, 應該捲幾次才走, 所以, 知人勇的歡高, 這個真的要密切留意, 好老實說, 即是, 好老實說, 客觀而言, 作為一個觀眾去看這套, 我都覺得, 真是不太好看的, 其實是, 正是你不理解的, 你不理解歡高的, 是的, 但是你, 看這套, 你一定, 聽眾一定要做的, 就是, 你要待入歡高的思考令, 即是, 歡高不是一個這麼膚淺的人來的, 我想, 作為聽眾, 大家應該未聽過, 何馬仔, 在任何作品上, 用如此激動, 慷慨, 好比這個, 蔡九在六四馬會的哭康去罵一個人的, 所以, 大家應該知道, 這套的叫做力是有幾強的, 好了, 我們去下一套, 我也想說, 補一句, 補一句, 我感覺到, 寬哥, 很大怨氣, 在這套表現出來, 你大一點, 等一下, 你看看才知道, 他一向都很大怨氣, 他怨氣不是在表現, 世界不接受我, 我這麼天才, 你感覺到, 你感覺到, 好像, 現在, 島田這個主角, 他當是主角, 他也是被人捲進去目路, 搞到要流放, 可能流放到先台, 他整個公司好像破破落落, 整個公司好像, 那些, 都就是撿那些, 壞財不如, 他整天覺得, 好像人家那些, 薩拉光輝, 不是永恆那類, 我覺得, 我自己就這樣, 你要相信, 我之前, 能夠寫出, 先劍奇入轉, 這麼淒美的電腦遊戲故事, 就是因為, 製作人失戀, 寬哥現在, 就是用這個心態, 寬哥心想, 我還來到京都, 壞財不如, 而被人調出了, 現在我奮力絕地反擊一擊 他看到他那種思想的想法就是 我不是用奮鬥跟你贏,我現在那批人不是用奮鬥 我就是用一個很負面的心態來講 就是用負面的心態,怎樣贏你們回到東京 他經常都說一句,東京有什麼好,為什麼你們這些人經常去東京 他經常說,以前那些人經常去東京,死去東京有什麼用 你先頭都贏不到,有什麼值得去東京 你感覺上是有一種很負面的思維,幕後的想法 但你好像不是極風景的 就是這樣說,所以我絕對覺得歡哥是動畫界的半夜直樹 他絕對是半夜直樹 你想想,你下去賭田跟歡哥一樣 想當年歡哥在京都動畫做完良工,呼風喚雨,做得起沙 紅之英法 做得起沙,不小心跟代理商搞了一些廣告約 他就是半關金 然後就譚少嘉揮鼻翼面 現在是譚少嘉他揮鼻翼面 一樣都是撐著京都撐著A1級到日本國際上 所以他看著京都就是這樣 我一定要以牙還牙十倍鳳環,用wake up girls大戰中二病戀 所以最後,這套作為一套動畫 他到現階段是水平以下的 作為一套叫做什麼呢? 如果你想見證這個動畫史上一代奇人 動畫叫做半閘直樹 半個山本歡的一身傳奇的絕地反擊 我覺得你不能夠不是這套 這套是山本歡版的人間失格,半自尊世紀 你遊合現實與動畫 簡直是中間交界完全能兩者穿越融會廣東 我覺得山本歡是好看那套動畫 絕對是 所以我們期待山本歡跳的手 他的手開放 主要是這樣的 首先我平心而論 這套動畫呢 如果你不要有Eye Mask,不要有Love Life的比較 是沒有那麼差的 他最多是平均 錯啦 我這個獨立去評價都很低分 就是平均以下的 你怎麼知道 你這麼多老婆在那邊 但是你Love Life的Eye Mask 其實我覺得這套動畫是異論擊石的 不是啦 這個真的是最後 其實就是看看歡哥他之後 他還有些什麼的方法 就是可能 都說歡哥 全脫 歡哥全脫 歡哥全脫 歡哥 歡哥想的東西 歡意解 不是我們這些凡夫族 他可能還有後著 你怎麼能夠 我只知道他一隻叫下著 所以 我還是說一句 慶忠 這套動畫 要留意的 不單留意 你真是不喜歡他 但你不可以不密切留意他的新聞 我認真的 好客觀前面 你不能夠不留意歡哥的新聞 我可以很肯定跟你說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 但為什麼我可以過這麼久 太多發生了 所以這樣 我覺得作為一個 歡哥人生最大的賭注 我作為一個尊敬他 我也要下賭注 我也會下賭注 我賭10元 10元 這套企業會黑化 我賭10元 喇 喇 每個主持賭 我支持 我支持 鏡花 一頓飯 我也支持 我支持 我支持一個泡枕 黑化 你支持一個泡枕會黑化 為什麼你會用到10元 因為一千萬個票房 應該要到10元賭注 喇 喇 我講一講 如果你夠夠 走back end 我立即買Boway 應該是走back end 其實是應該走back end 這一套 這一套是無雙主持 極力推薦的三滿歡 我們有尊敬 有支持 有不屑三滿歡 寬哥的人在 有不屑是誰 有不屑是誰 有很明顯是不屑他的所作所為 我可以正常說 其實我專門的三滿歡 他普通人是一流 怎麼騙人是一流 所以 不要中立 到完結後 我們一定會在主持之間 得到還數 一頓飯一頓飯 一頓飯 現在有人給了10元 有人給了一頓飯 有人給了一個泡枕 現在還有一個泡枕 還有一個泡枕 對 個個都買黑 個個都買黑 我就買白 買什麼 買什麼 Happy Ending 他爭挖至一家 買什麼 你要反對三滿歡 自然要付出一些代價 賭人 正如我們之前 寬哥之後 支持這件事 是要有實質的 但是不能夠在那裡開賭 所以金錢不能 那我買一套Wake Up Girl的DVD給你 一年代Bullway的DVD 你Bullway的DVD就對了 很好 Bullway的DVD 一個買黑髮 一個買動畫 就是我們總是一套全套Wake Up Girl在那裡 擺入感濕度給大家 正如說 作為一個網上電台節目 我們做到這樣 搬高 你死而無緣 夠了夠了 我們支持你 講完 下一個 下一個